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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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视频 声sir 逆学情愿的时间 观看见声sir 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 我是声sir 黄卫星师傅 声sir 今集特别一点 我们先不讲感情 因为都进入年底了 进入年底的时候 大家都在看这个2023年了 2023年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好转的 因为希望疫情可以放宽一点 经济又反弹了 同时我们也知道 2024年就是说进入九运 所以进入九运之前 如果2023年可以开到一个好头的话 进入九运未来的20年 希望是轻松一点 想是这样想的 所以这一集的主题 我想特意一定要请假你 就是有没有什么特质 我们可以在进入九运之前 2023年可以知道自己 如何去把握开一个好头的 所以就请假下来的 嗯 其实九运是怎样来的呢 那很多时呢就是我们会用三运九运 上有这个一二三中呢 中运就有这个四五六 下运就有七八九 所以在九运一入第一个九运的地运 又是天运和地运 地运就是2024年就会开始的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说其实呢就在由2023年呢 冬至呢 就其实呢 已经是进入了九运的了 为什麽呢 有没有听过呢 冬至一阳生嘛 冬大过年嘛 是吧 那所以原来呢 造冬呢 在这个八卦气象来说呢 其实它已经是羊的起点了 凡是羊的起点呢 即是呢 它慢慢的 转发这样慢慢的上升的哦 那所以呢 原来呢 我们经常说冬大过年啊 那我们一定要做什麽呢 造冬嘛 那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元运当中呢 都要看回 在2023 那个年尾啊 12月年尾一个冬至的时间 跟着转入这个2024 这个八字的话 好了 那么这个呢 冬至的八字 就叫做贵卯年啦 就是2023啦 甲子月 丙仁日 更午时 好吗 甲午时呢 就真真正正做立冬啦 OK 好了 那么冬至这个结构成的八字当中呢 日元呢 就是叫做甲仁 木气很旺盛啊 好了 月份又有个叫甲子哦 水生木旺哦 水生木旺哦 那即是呢 虽然好像水是做主导 那但是呢 水呢被木去洩售啊 是因为甲仁一处很强啊 那所以呢 这个木呢 也都是会比较强一些的 那所以呢 我们看回呢 哦 木气都是不差的 年上我们又再看回呢 咦 贵卯年 又是水生木哦 又是木旺的哦 因为水被木舍嘛 而且这个甲木通根了这个卯木 是洋人 甲木通根了这个人木 是建禄 好了 那今晚呢 就是这个甲木很强 哇原来就是说给我们听呢 我们由2023进入2024 那个九运的起头呢 就是木气 木的五行的能量 是当旺的 那但是凡是呢 当旺的时候 那一定有些五行的弱的嘛 那五行的弱在哪里呢 我们看回了 咦 那他人会火 会不会火都很强呢 咦 在这个时当中呢 占的比例的力量很低 因为呢 五火呢 比这个紫水所黑 紫五双冲 那所以呢 虽然他有人五半会火局 那但是呢 这个火气都是不强 而且这件事呢 强木生火呢 那其实呢 就是木多火失 那所以呢 这个五火呢 都是一样的 那所以如果你问我 行业比较好些呢 都是同做木呀 啊 或者是家私呀 啊 这些行业有关会好些的 那或者是计数啊 啊 和一些电子产品啊 的东西呢 都是会不错的 那但是呢 金呢 你看到啦 金呢 这个金金砍这个甲木 那虽然他打算金金可以砍甲木 但是这个金金呢 地资原来没有根的 那所以呢 这个金金就发挥不了作用 还要金金呢 被这个水去洩了 那所以呢 在整个卦象当中呢 金的五行的力量很弱 好了 那有些什么行业 嗯 就是会在这个2023 或者至到2024是会比较差呢 金就代表什么 首饰珠宝之金啦 是不是 那所以如果你问呢 首饰行业 应该都是一样的 那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 金就代表音乐啊 响亮啊 甚至买运动都可以的 那这些行业呢 都是会比较差一点的 那如果你有音乐啊 如果我做音乐人啊 或者是做歌手唱歌呢 那这一两年呢 2023年2024呢 都是一般般了 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年份 那其次一样东西呢 因为水被木去洩呢 那水呢 是代表物流啦 那物流本身都是不差的 那但是被木去洩呢 就是代表它不是当旺啦 那所以呢 那麦流啊 那这些行业呢 都是会偏弱少少了开始 那水呢 代表智慧啦 思想啦 策划啦 原来跟演艺也都有关的 那所以如果你说 我是做一些演艺行业啊 做一些艺术的行业啊 甚至们做一些写文章的行业啊 要想事呢 哦 这个这个年份也都是会差一点的 那其次一样东西啦 是代表娱乐事业的哦 那原来呢 在这个2023至2024开始这段时间呢 就是证明那个娱乐事业有机会 会会有一些转变啊 或者是走下坡的现象哦 那有时有些人就说 哎 那我都不是做这个行业 会不会有一些面型啊 或者是面相啊 我会看到 对于我来讲都是会走弱一点的 偏差一点的 那原来呢 那肚是一些方面的人啦 方面 或者是他方中大尖的人呢 那面型呢 都是会比较弱一点的 或者身形是比较雕瘦的哦 好了 其次呢 就是圆面 或者是长面加圆面的 就是长长底但是有点圆面的 那那些人的面型呢 也都会受到这个气场影响呢 导致他的运气呢会偏差一点的哦 那所以如果你说 是2023年2024年这两年来讲呢 想知道自己的运气如何呢 那你看看你自己是不是这类型的面型了哦 或者做的行业了哦 哦 OK 那所以是哦 老实说 有时转变的东西呢 都要时间而已嘛 那你这么巧了 面型就没得转变了 但是行业也有得转变了 是吧 是吧 那可以不妨把握时机 那但是 如果你说啊 转变什么行业 适不适合呢 那不妨可以请假星sir哦 嗯 是吧 在命盘里面都可以看到的哦 没错哦 看回你自己本身 适合什么行业呢 或者正在行的大运 适合做什么行业呢 那这些呢 也都可以令到你呢 人生呢 都会有一些 呃 更加好的方向给到你了 嗯 OK 那所以大家不妨呢 就可以在影片资讯栏呢 找到星sir的联络方法 就可以把握时间 在2022年的年底呢 请假下他 那希望呢 2023年呢 大家都有一个好的转变 OK 那下一集我们继续请假星sir 好 多谢大家 拜拜